Hello大家好,我是猫兵 这一期有海事宜 我将带大家回顾一篇对中国游戏产业发展造成重大打击的通讯文章 这就是记者夏斐于2000年5月9号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著名习文 电脑游戏是瞄准孩子的电子海洛因 由一位母亲控诉引起的暗访 相信很多观众都或多或少听说过这篇争议极大的文章 或是对其中某些耸人听闻的论断有所耳闻 但并没有读过具体内容 本期节目我将采用分段朗读原文 并加以评点的方式来进行呈现 既展现这篇文章的内容本身 也结合当时业界反对的声音和我的观点 来批驳这篇充满时代偏见的作品 开始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这篇文章诞生的背景 从90年代初起 电子游戏的文化影响力也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并逐渐取代了《咪咪之音》 《武侠小说》和电视电影 成为了主流社会激活批判的新对象 年轻人堕落的先有因 当时的主流舆论对游戏本身 游玩场所甚至游戏公司这些不务正业的玩意儿 普遍持鄙视乃至仇恨的态度 民间清剿电子游戏的活动声势浩打 很多学校甚至发起适时大会 提倡互相举报 并将是否玩电子游戏直接与平忧入团挂钩 2000年4月 《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 《别让游戏机害了一代人》 一位母亲的呼吁 文中一位母亲自述 由于经常在外工作 儿子迷上了游戏机和电脑游戏 不顾学业沉迷游戏室和家人也无法沟通 这番血泪控诉引起了众多家长的共鸣 紧接着记者下匪乘胜追击 于同年5月刊出这篇爆款文 直击家长教育焦虑的痛点 已彻底给中国游戏产业打上了不得翻身的黑标签 但当我们以现在的眼光回望 这篇文章中其实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的逻辑漏洞 对受访者的语言明显的夸大和提炼 以及不少对游戏的错误认识和词汇误用 从某种角度看 这篇文章与现如今一些为贩卖焦虑而炮制的爆款文 有着相同的问题 只不过时代不同 贩卖的焦虑也不同罢了 正因如此 我希望大家在我读原文的过程中多思考 不要基于输出情绪或者站队 而是要琢磨这个文章本身的合理性与真实性 当然更不要将文章的观点与我的观点搞混 多看多思考 才是老文重读的价值所在 近日 武汉的一位母亲奔走于新闻单位 悲痛欲绝地向记者控诉害人不浅的电脑游戏机室 根据报社编辑部的指示 记者决定暗访武汉的电子游戏厅和电脑游戏室 看看电子海洛因是怎样毒害孩子的 第一次暗访 这位生名大义的母亲一定要陪我暗访 她说 你自己也很难找到电脑游戏室 那种老式的电子游戏机对孩子有危害 但只是鸦片 电脑游戏才是真正可怕的电子海洛因 我们到了五洛路附近一幢普通居民楼前 我以找孩子为由进去 只见二楼中间一间大房里放满了电脑 大约有30台 坐满了孩子 最大的不过十几岁 正聚精会神地在机子上拼上 这时正是上午11时左右 学校上课时间 知情人士说 游戏机室最火爆的时候是中午和晚上的下课时间 有的游戏机室提供一条龙服务 包吃包住 甚至包代替家长签字 在武昌民主路旁安家湾的一幢居民楼里 一楼摆满了电脑 而二楼则摆满了高低桌 我问老板摆那么多床给孩子们睡呀 老板说 对 有时实在太晚了 怕他们回去不安全 你这里就安全了 当然安全 我这里除了电脑什么都没有 这些开在偏接上的 没有牌子的电脑游戏机 几乎都是非法经营的 而那些公开开设的电子游戏机室 又怎么样呢 记者一行来到了叉叉大学门口的学院路 在相距不到100米的地方 有两个大型电子游戏室 一个里面至少有50台游戏机 几乎都是孩子在机上拼杀 而且有10个女孩子 有的孩子还熟练的拿着烟 里间的小房子有5台苹果机 是可以赌博的那种 另一家规模更大 称为XX娱乐中心 有电子机 电视游戏机 电脑游戏机 约有120多台 简直是一个大工作平台 只是坐在上面的都是花季少年 我走到柜台前买了实验前的硬币 然后问 你们两家相隔这么近 不抢生意 卖硬币的老头说 不用抢 周围一平方公里内 有四所中小学 有的是孩子来玩 据武汉方面知情人透露 在武汉公开挂牌的电子游戏厅有500家 没有合法手续的电子电脑游戏机室 有3000多家 游戏室设有包房 包玩 包吃 包睡 有的学生玩游戏 竟然五天五夜不回家 武汉市 至少有30%的学生迷恋游戏机 听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草药土呢 文章标题 先来一个耸人听闻的比喻 电脑游戏是电子海洛因 紧接着亲到位母亲之口说明 老式电子游戏机的危害相当于鸦片 电脑游戏才是真正可怕的电子海洛因 可全文却没有一句话解释这种区分的理由 那个年代的网络还并不普及 电脑房的游戏也同样和阶级主题一样 以单机内容为主 何以就能得出电脑游戏危害性更强的论断呢 而这位在先前报道中透露过 常年从事催收债款业务的母亲 是否真能自己说出如此点题的警句呢 从后面的论述中 我们还常常会发现 文章概念混乱 语言不详的毛病 文章作者总是将电脑游戏 主机游戏和阶级游戏的概念相混淆 一会儿把A和B混为一谈 一会儿又把C掺和进来 让人搞不清他到底想指成什么 比如他似乎一直把主机和阶级统称为电子游戏机 但在断尾处 为了突出整体情势之严峻 又来了一句 武汉市至少有30%的学生迷恋游戏机 试问此时这个游戏机又在指什么呢 这种对报道对象的含糊 多少透露出作者不了解游戏 甚至不屑于了解游戏的态度 而这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游情绪 更是两代人之间的偏见 重途的根源 另外 仇视游戏的母亲是深名大义 而对电子游戏室的工作人员 作者却不大礼貌的直呼 卖硬币的老头 难道书面报道中 对于老年人不该称呼为老人 或者干脆是工作人员吗 这种无处不在的褒贬对照 展现出的是一种高高在上 近乎五段的价值立场 结尾的知情人士透露也令人生疑 武汉市至少有30%的学生迷恋游戏机 这个言之凿凿的数字是怎么来的 学生包括已成年的大学生吗 然而这里没有证据和出处 只有情绪和立场 让我们继续回到原文 第二次暗访 这些秘密的电脑游戏室都在居民区内 孩子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为了与孩子交朋友 记着花了一个晚上 学会了目前正流行的星级争霸和英雄无敌 然后来到一个正在聚精会神 打着的孩子身后说 你不行啊 我做给你看 我的高招果然吸引了他 很快我就成了他的师傅 这个只有11岁的孩子 就对我无话不谈了 晚上11点 我提议带他出去吃饭 走出游戏室 我对他说 这么晚了 你跟我走 不怕我把你卖了 他说 把我卖了才好呢 只要能打游戏 到哪都无所谓 我慢慢与他交谈起来 这些电脑游戏室都藏得这么紧 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别的同学带来的 他们怎么知道的呢 可能是老板去校门口发了纸条吧 也有的是跟着高年级的同学来的 你是怎么被带来的 班上有很多同学 经常聚在一起谈论怎么打 大家交流谁打得好 那时我8岁 从来都没有玩过 觉得好像很丢人 就跟他们一起来了 那你又用什么办法 带别的孩子来 我们打赌 谁赢就由谁做作业 我曾带我隔壁的小弟弟来过 他可聪明了 6岁就能过很多关 家长不给钱 你拿什么打 老板可以签账 只要你天天去就行 也可以带别的同学去打 带3个以上 可以免打一次 你欠老板多少钱了 我替你还 快两个星期了 我已经带了不少同学来打 但老板说仍然欠了100元 怎么欠这么多 我差不多每天晚上 都打到半夜或者天亮 你晚上不回家 父母不知道吗 开始我骗他们 晚上先睡觉 等他们都睡了 就溜出去打个通宵 早上装作跑步 跑得满头大汗 证明我是起早窗 后来父母发现了 我也就不再骗来骗去了 爸爸妈妈不打你 打经常打 我不怕打 我的皮很厚 有时他们打得急了 我就在脑里过关 反而不怎么痛了 反正游戏室里包吃包住 我到哪都能过 我实在不忍心再问下去了 我甚至害怕问出 他怎样弄钱 或骗其他孩子的事 他的眼睛 由于长期面对电脑 已经有些近视了 但仍然有孩子般的纯真 我给了他100元还债 然后默默的离开了 他向电脑游戏室的方向跑去 不久前 武汉一家媒体报道 家住武汉满春街的一个 只有16岁的少男 与两名同伙 今年3月初 在游戏室里 以交朋友为名 把两名14岁的少女骗入圈套 卖给了自己的表哥 获利4000元和一支枪 少男为什么拐卖少女 少男又何以能拐卖少女 这件触目惊心的案子 与风靡江城的电子海洛因 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在这一部分 作者的故事走向 越来越玄幻了 他先声称自己花了一个晚上 学会了星际争霸和英雄无敌 相信玩过这两款游戏的人 都会对这里的学会二字 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更何况作者还声称 自己这么一突击学习 就已经能让陈迷该游戏 许久的孩子大大败富 说老实话 我认为即便对方是个11岁的孩子 只学了一晚上的外行 也很难在星际争霸老玩家面前秀优越 而与这个叛逆孩子的对话 也有诸多疑点 比如对于不能意识到 拐卖人口之残酷 同时与家人感情如此疏离的孩子 相比于陈迷游戏 他更大的问题 难道不是家庭教育 家庭情感和基本常识的缺失吗 文中这位小朋友通过打赌 谁赢由谁做作业 来吸引其他小孩玩游戏 那么试问谁还想赢呢 孩子们难道努力比拼打游戏 就是为了抢着写作业吗 不能排除此处是比误 但一家大爆的重宝文章 犯这种错误也太低级 太不走心了吧 到了这段结尾 作者连抛三个天问 少男为何拐卖少女 少男又何以能拐卖少女 这件案子与电子海洛因有何种联系 但实质上 根据前文给出的信息 我们既看不到这桩案件的发生 与沉迷游戏的必然联系 按照作者的逻辑 似乎只要发生在游戏厅的拐卖 其目的和原因 都是沉迷电子海洛因 试问如果少男是在 人多眼杂的菜市长拐卖少女 是不是他也能脑补高价猪肉 就是犯罪有因呢 这一步跨越马里亚纳海沟的思维 真让人不禁赞一声逻辑代识 让我们继续回到原文 为了了解那些开游戏厅的老板们 记者决定再访电脑游戏室 老板们大多是中年人 看样子没有什么文化 有的长得也挺凶的 我到了几家四家电脑游戏室 都没有套出什么 他们挺老练的 口风紧 都一口同声的说 没赚到什么钱 但看到他们手上 拿着那么大一叠找利钱的票子 你相信吗 4月26日夜晚机会来了 我在胭脂路一带的小巷子里瞎转 这里有不下五家店 可我推开了好几家的门 都没有人打 有的说机子坏了 有的说有人暗访不开机 由于我一身大学生装满 加上对电脑游戏张口就是的行话 总算没有引起老板的怀疑 我对一个年轻的老板说 今天虽然是4月26日 但我是电脑专家 如果开机之后引起故障 我可以排除 不能修复的话 我甘愿一赔十 让我玩一会儿吧 我实在手痒心痒 我主动交了100元押金 老板相信了 我熟练的打了一会儿 老板就不再起急心 就与一个黄头发的青年人聊 黄头发说 XX地方的游戏室比较少 有没有市场 周围有好几所学校 我想在那里开一个 老板说 那个地方的文化站长搞不定 再说房租可能贵 黄头发说 街道工商派出所还守 重点是文化站长和房租 我见机会来了就说 房子我可以想办法 我家在那里有多余房 又偏又不偏的那种 一楼有三十一厅 我们合伙怎么样 我负责房子 你们负责关税 就这样我们聊开了 我说 那里的孩子家长都是干部 家庭环境好 家长看得严 你们怎么开拓市场 老板说 这方面的办法我多得很 我就是初中迷上了游戏机 没考上高中 只好想办法开一家 我的经验是 只要迷上几个坚定分子 不愁拉不到一个班 拉到了一个班 就可以拉来半个学校的孩子 这怎么拉 黄头发说 那是孩子们自己的事 他们有的把别人 骑自行车的气门心拔掉 中午没办法回家 又没办法睡觉 只好到我们这里转悠 看多了就想上去 一上去就下不来了 我故意装傻的问 孩子们玩上瘾了 下不来了怎么办 老板说 就睡在我这里 我包吃包住 还代替家长签字 那孩子没有钱了 怎么办 我这里很便宜 一个小时两块钱 打一个通宵只收十元 一般的孩子 这点钱不在话下 要是一个孩子喜欢打 又实在搞不到钱呢 两个办法 一个是哄别的孩子来 一个是去参加累肥 什么叫累肥 老板不太烦的说 就是在路上 抢更小的孩子的钱 我更傻的问 你这不是引诱孩子变坏吗 我为了迷惑他 仍然没有停止游戏 黄头发说 你的电脑游戏玩得这么好 怎么就不知道呢 这电脑游戏就是毒品 就是海洛因四号 不是我引诱他 孩子一迷上自己就会变坏 老板补充道 整天在游戏室里的孩子 只有一个结果 男孩子最后变成抢劫犯 小偷 女孩子最后变成三倍小姐 我害怕他们起疑心 就赶紧接上说 要是这样 我们没办法合作了 因为我家有小孩子 遍布偏街小巷的电脑游戏室 难道真的不为有关部门所知吗 我们不是有未产检保护法吗 我希望那些黑心的游戏机室的老板们 那些应该管而没有管 或者暗中支持 这些地下游戏机室的人想一想 也许明天沦落迷失的是你的孩子 读完全文 相信屏幕前的大家也像我一样 被这篇神展开的奇闻感动了 黑店老板和社会青年 你一言我一语 在据说有记者暗访的夜晚 把自己行当的肮脏内情 和不可告人的恶毒计划 向陌生人倾囊相受 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搞电子海洛因 存心毒害祖国的花朵 黑店老板更是张口就来 贡献了全篇的点睛之笔 去游戏室的孩子早已注定 男孩子变成抢劫犯小偷 女孩子变成三配小姐 有没有流连黑网吧 黑游戏厅而走上歧途的孩子 当然有 但让他们走上不归路的根本原因 真的是游戏吗 从那位深名大义的母亲 到后来那些视电子游戏 为洪水猛兽的家长们 但凡他们能够反思反思 自己的家庭教育 想想自己是否有言传身教 给孩子树立起基本的价值观 看看自己能否在全盘否定 孩子的喜好前 先去克服偏见 试着了解 思考思考自己 有没有在凭空望子成龙时 应当给予相应的情感和智慧支持 那么即使不能保证孩子 多么成功 多么耀眼 也总不至于走到两代人 在一块儿无话可说 甚至反目成仇的地步 那么游戏好玩吗 有成瘾性吗 我认为是有的 但这种快乐与毒品 直接刺激神经中枢的快感之间 差出了无数个层级 而当一个孩子 先有了健康的心灵作为主干 有了来自真实世界的 正面回应和激励 他又怎么会愿意放弃 真实的友爱 亲情 现实的成就感 而仅仅沉溺在虚拟世界的解脱中呢 当然了 我也不想把这篇文章的内容一杆打死 更不会揣度文章作者是出于坏心 毕竟时代的局限如此 文中指出当年我国相关部门出台的一些 电子游戏行业管理规定 存在质责不明显 实施不到位的现象 呼吁改变非法经营猖獗的现状 这些都值得肯定 但文章缺乏专业知识 缺乏思考深度 充满预设立场的严重问题 也使得他真的不配被当作批判游戏产业的标杆性内容来大家赞扬 这也使得他入选02年人大版新闻写作教程的荣誉显得格外反讽 因为后者写得明明白白 新闻写作 引用要切实 谋篇布局要全面 谋写细节 不能想当然 语言要有分寸感 在这篇文章爆红之后 引起了各方的激烈讨论 电子游戏软件 家用电脑与游戏等游戏杂志 纷纷撰文反驳 其中有一句话 深得我心 为什么作者宁愿暗访地下游戏师三次 却不愿去一趟正大光明的游戏公司或者媒体 甚至不愿走访一些真正热爱电脑游戏的普通人呢 看来是非不能也 实不愿也 既然早就定下了电子游戏师瞄准孩子海洛因的标题 或者说结论 就要围绕这个中心服务 如此而已 然而来自万恶的游戏媒体的高声疾呼 终究未能动摇主流社会的舆论声浪 在后来市政府的扫荡整治工作中 主管工作的副秘书说 光明日报的暗访写的很有分量 特别是将电脑游戏定位为电子海洛因很准确 有助于统一思想认识 看吧 一个恐怖的社会魔因就此形成了 一个原文中对成瘾性高低的比喻 转述到决策层时 就成了确凿的定位 电子游戏就是海洛因 我们得进 再到家长耳中 与他们经年累月的感性经验一结合 他们恍然大悟 我就说游戏不是好东西 果然孩子玩的游戏就已经是在吸毒了 我们应该像对待吸毒人士一样骂他 打他 电他 乃至囚禁他 这样的结果真是让人不由的苦笑 我认为 现在把这件事重新拿出来分析的意义在于 可以让大家反思 一篇不够客观严谨的新闻报道 到底会对一个行业和一代人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影响 一个电子海洛因的夸张修辞 又使得多少家庭在处理孩子游戏需求时 出现不必要的矛盾 我赞同对未成年人游戏行为做适度的管控 更支持有法逼的对游戏行业的商业行为进行规范 但坚决反对以妖魔化的方式夸大游戏的危害 用煽动性的语言和立场现行的文字攻击无辜的玩家 如果我们文字工作者不能握好手中的笔 它或许就会成为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 最终伤人伤己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战胜一种顽固的社会偏见需要每一个人的支持 请大家多多点赞收藏 让更多人看到这期视频 如果你们身边也有对游戏抱有偏见的朋友 那不妨将这期视频分享给他 让大家明白 电子海洛因的帽子是怎么扣在游戏头上的 只有走出污名化妖魔化的怪圈 正是游戏本身的正负面效应 才有可能真正化解两代人沟通的矛盾 才有可能让人学会平衡游戏与现实生活 给中国游戏文化以健康发展的空间 我们下期再见